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潮州水果最酷烈 这好吃,嘟嘟喜欢 首先,舅舅要谢谢朋友金玉姐提供的食谱 这食谱成品Q弹,又不硬,非常适合家中老人及小孩 所以她希望可以通过舅舅的视频与大家分享 谢谢金玉阿姨 首先,在货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备好100克红葱片,冷油下锅 炉开中火,慢慢将红葱片油炸至金黄色 这冷油的作用是 葱片冷油下锅,随着油温慢慢升起 这样油炸后的葱酥,特别香脆 油炸后的葱酥沥干油粪 葱油保留,由葱酥摊开,散热后备用 150克粘米粉,倒入料理盆中 再加入20克木薯粉 及300毫升清水 拌匀后的米浆,尽致待用 在另一个锅内,倒入450毫升清水 拌小匙盐,调个底味 另加入20克成面粉拌匀 烧入两大匙刚立过的炸葱油 一切准备就绪后,再将炉火打开 开始时,先用中火加热 键中必须不停搅拌,避免糊底 待面糊开始冒烟时,再调至低火 当面糊到一定热度后,会转成半透明状 就像稀释的江湖状态一样 当面糊挤小泡时,即可离火 此时面糊热度已够,不需煮至沸腾 趁热将面糊慢慢倒入水鲜背好的米浆内 边加入,边搅拌 加入热面糊的米浆,成浓稠状 这时候的米浆数半熟状态 已达到了水粉不分离的效果 将米浆过例备用 取出24个直径6公分的水果模具 在模具内层,涂上一层薄薄的葱油防粘 今天这食谱,完成后刚好24个 水开,将模具蒸热2-3分钟 水开,将模具蒸热2-3分钟 每个倒置8分满 将蒸笼盖上,大火蒸20分钟 每5分钟开盖散热一次 避免米浆溢出 再继续蒸熟 蒸熟后成品离火 冷却后才能享用 降温过程约2-3个小时 在等待中 我们来给这潮州水果准备份配料 首先,将甜与咸菜不碎 各80克 全倒入料理碗中 清水浸泡5分钟 口味清淡的朋友 菜谱可浸泡至10分钟 浸泡后的菜谱 控干水分 浸泡水分后 倒入热货内 中火炒干 这过程约3分钟 舅舅 为什么这样做呢 这是炒菜谱不见油的小臂部 菜谱经测炒干环节 最后下油时 才不会见油 哦,原来如此 待菜谱干身后 这时再加入三大匙葱油 继续将菜谱炒香 嘟嘟 你看看 足够干身的菜谱 一点都不见油 对 这样就不担心被浸上了 一直炒至菜谱溢出香气 再将30克蒜末倒入 喜欢菜谱配料 油滋滋的朋友 此时 还可以加入适量的葱油 舅舅今天的做法 鼠油量不多 完成的配料 一点也不油腻 一会 大家可以看看 炒香后 加入一小匙老抽上色 一小匙白糖 最后是四分之一小匙胡椒粉 将配料炒匀 这时候可以先试个味 若口味尚不满意 还可另做调整 一直到满意为止 洗锅前 撒入一点葱酥拌匀 蒸潮州水果的配料 就完成了 拿出冷却后的潮州水果 让大家瞧瞧 完全降温后 浮在表面的水蒸气 再次被膏体吸收 用拇指掰出个小缝 用线条或茶匙插入 沿着模具边一刮 轻易就能取出 在水果表面 铺上适量的配料 就能开始享用了 吃辣的朋友 还可以加些辣椒酱 纯属个人喜欢 来吧 嘟嘟 可以开吃了 点一等舅舅 您忘了加葱酥了 对对对 再加一点葱酥 就更完美了 哇 太诱人了啦 很好看 感觉上很清爽 一点都不油腻 好吧 快尝尝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感觉怎样 好吃吗 哎 有点Q 不软不硬 好吃极了 是的 从横切面来看 可以看出膏体内部很细致 沾米粉品质很不错 成品整体很洁白 QQ弹弹 好吃 希望舅舅有将整个制作过程 表达清楚 如果您也有食谱 想与大家分享 可以告诉我 会做的 舅舅一定给您做 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 给您的食谱 做个完整的记录 再次谢谢金玉姐提供今天最酷盈的食谱 谢谢阿姨 谢谢大家的观看与留言 我们很快再见